大家好,今天讓大家講講 美國媒體說有五大趨勢正在推動西方主導秩序的觀念要完全重構 另外,歐盟竟然會資助華為3300萬去研發6G 試試證明人人都知道6G離不開華為 近來歐盟內部市場專員布雷頓 敦促已經採取措施的10個國家之外的更多歐盟國家 限制或禁止中國華為、中興參與五致網絡建設 理由是它會對歐盟的集體安全構成風險 但差不多同時,英國金融時報科技版報導 歐盟不理對華為的制裁 支助華為389萬歐元即是大約3300萬港元研發6G 眾所周知,美國和歐盟為了壓制華為在通訊領域的領導者地位 都出台了一羅一羅制裁華為的政策 督促歐洲乃至世界各國政府 將華為從5G設備採購清單剔除出去 所以這次歐盟為了研發6G技術 為華為提供3300萬港元的資助 就變成為在全世界層面上一次督促美國背部的事件 為什麼歐盟會率先選擇資助華為 而不是將這些錢都全部留給歐洲本土的企業 例如諾基亞或愛納遜呢? 首先我們回顧一下這件事件的來龍細脈 由於近年來歐洲科技發展的速度陷入遲滯 最近熱門的語言大模型例如GBT4等領域 實際上的競爭者只有中國和美國兩國 另外在自動駕駛的領域也是這樣 目前全球只有美國特斯拉主導的純士角路線 和中國以華為小鵬為領導的雷射雷達路線 同處於自動駕駛的第一梯隊 歐洲傳統車企連向自動發轉型都轉得很慢 更不要說自動駕駛技術了 所以歐盟趴一趴腦袋想想這樣搞下去 歐盟很快就變成為下一個科技時代的非洲了 要想方設法提升一下它自己的科技水平 於是一個叫做地平線歐洲的歐盟科研創新計劃 就應運而生 為了能夠令計劃看起來有吸引力 歐盟也投入了血本 投入的預算超過950億歐元 執行第8113億港元 而其中華為作為科技巨頭 近日率先拿到389萬歐元的資助 不能夠不講 雖然華為累累追上美國 沒有證據的質疑和指控 但是歐盟在自己發展的關鍵時刻 也沒有將華為拒之門外 而是聲稱經過不同的專家小組獨立評估後 才允許批准華為作出資助 當然歐盟遠拿錢出來資助華為研發 是因為華為在6支方面的確有不可替代的領先優勢 一個好笑的例子就說明華為在6支方面的觀念領先 在中國第一屆6支研討會上 華為無線CTO同盟博士 就介紹華為對6支的定義 他說6支不再是一個萬物連接的平台 而是一個通暗一體、通算一體的智能平台 將這些科技語言翻譯一下 就是以往的3支、4支、5支 都是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間的傳遞資訊的一個管道 而6支就令網絡具有能夠自己收集資訊成為資訊來源的能力 比如6支將會體用的泰克支頻段將會介乎毫米波和熊外光之間的頻段 具有超大的通訊頻寬 但它不僅僅是一個能夠傳遞資訊的頻段 泰克支頻段的高頻點波長可以達到毫米甚至毫米波級 所以能夠穿透很多遮擋物對人眼看不到的物體進行掃描成像 所以當以後我們用6支設備的時候 除了能夠享受更快的網絡傳送速度 還可以隨時隨地隔著遮擋物對目標物進行掃描 例如窗外吃飯的時候舉起手機掃一掃 不用動筷子也可以掃到碗裡有沒有不乾淨的東西 6支網絡另一個特點是XR技術 即是VR可以實景和R增強現實的結合體 早前蘋果發布了首款XR設備 Apple Vision Pro 可以說是令99缺乏熱點的科技圈再次興奮起來 XR類的設備相比目前的主流設備多了個維度 也必然需要更大的網絡頻寬傳輸資料 6支網絡的感知能力增強 也可以幫助它降低對硬體設定的要求 同網絡可以輔助機身的攝像頭 完成對周圍環境、物體的掃描 不僅如此 6支網絡的實用化也會令到AI 即人工智能技術再次邁向新的高度 對於6支網絡全面鋪開 就相當於我們擁有一個能夠對全社會 進行即時掃描的自感之系統 當掃描的資料上傳到雲端伺服器之後 就會實時傳輸給AI訓練的伺服器 海量數據自動進行 當時的AI就可以真正這樣 不需要人工引導可以參與到人類社會當中 在人類不足夠的領域探險 提升人類社會的發展水平 由於6支網絡需要更大的資料傳輸頻寬 更廣的訊號頻段 支援更多類型的中端設備 意味著對運營商的報網水準和資金投入都有著非常高的要求 華為能夠憑植自身強大的技術實力 徵投入巨量的研發資源研究6支 而歐盟投給它的3,890萬歐元資助額 數目不多但意義很大 顯示了歐盟都明白搞6支離不開華為 據有線電新聞網絡報導 美歐拜登政府近日表態 提前推薦6支開發 希望6支競爭當中擊敗中國 避免像5支般落後中國的錯誤 希望能先於北京制定下一代的電訊標準發展相應技術 我聽一個搞6支技術的科學家說 由於6支與AI相關 即是與人工智能相關 而美國在AI方面的研發比較先進 所以美國發展6支有一定的優勢 但是中國也完全不弱 中國一方面有廣大的市場 另一方面也在6支方面做巨大的研發投入 完全有力與美國爭雄 特別是華為在這方面更加走到最前 它大有機會再度成為6支的領跑者 另外想說說美國的國家利益網站 在6月8日發佈了全球未來研究所創始人 錢德蘭內爾的文章 說西方要預備應對一個早就應該出現的清算 內爾說一個後西方多極化的國際秩序 即將到來 這樣將會挑戰過去幾百年以來 維繫西方全球主導地位的長期觀念和體系 西方認為有權領導全球等級秩序的想法已經過時 未來將會是對我們所熟知的國際關係 進行一次全面的重新洗牌 內爾說這場觀念重構將會由五大趨勢所推動 迫使西方國家承認並且適應一個必須與其他國家 分享權力的多極世界 如果西方拒絕承認或試圖激烈地抵抗這些趨勢 不但會令西方自身 也會對全球的穩定構成重大風險 他認為推動觀念重構的第一大趨勢 是西方主流歷史敘事的瓦解 在整個對外殖民的歷史當中 西方刻意將自己包裝成為 現代文明的起源和仁慈引渡的力量 大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興起 打破了西方的守門人機構 即西方的媒體公司、大學和出版社等 他們對信息的壟斷 西方現在看來不再是這麼仁慈了 第二個趨勢是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重新評估 華盛頓的決策者可能會很不高興 但他們經常掛在口邊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概念 正在全世界遭受廣泛的嘲笑 並且被廣泛認為是西方用來 主導全球事務維持霸權的工具 考慮到西方國家反覆地違反 他們自身制定的規則 對新方國家的持續抱怨正在與日俱增 意味著這些秩序的合法性正遭到質疑 第三個趨勢是揭穿了西方維護和平的虛偽面紗 準備美國將自己描繪為全球安全的保障者 但現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認為 美國和一定程度上的歐洲 通過各地爆發的戰爭獲利 而對促進持久和平並不感到興趣 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軍事工業複合體 在這麽強大他們推動美國的外交政策 引發持續不斷的衝突並且從中謀利 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第四個正是發生的趨勢 是西方金融上層建築正跌落神壇 眾所周知西方充分利用他的金融霸權 追求地緣政治優勢和目標 他們的領導人和專家公開談論金融武器化 並且制裁不願意服從西方意志的國家 同樣美國和他的盟友有能力凍結甚至沒收主權國的儲備資金 例如阿富汗、委內瑞拉和俄羅斯的外匯儲備 這些做法震驚了全世界 第五個也是最後一個趨勢 是在於西方媒體的公信力顯著崩潰 這件事發生了一個關鍵的時刻 在過去幾年以來西方媒體反覆犯錯和暴露的缺陷 令全世界深刻地認識到西方媒體 在延續西方對當前主導世界秩序的偏後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那往往意味著他們在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 比如西方媒體在頭條報道持續抨擊中國 捏造一種毫無建樹、渲染恐懼的罪事 認為中國對他們國家的公民和全世界構成威脅 例如香港和台灣問題雖然有複雜的地緣政治背景 但卻被選擇性鼓吹成為西方對抗中國的罪事 斯宏沒有考慮如何加深西方和中國之間的相互理解 內爾說這五大趨勢是對西方的不祥之兆 意味著舊的行事方式已經終結 西方不再具備曾經擁有的政治和金融霸權 更不要說在國際社會上的合法性了 西方國家必須適應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 而不是頑固地堅持一切照舊 如果不能夠做出改變 不但會令世界變得更加危險 更加將會進一步削弱西方的信譽和影響力 我認為美國國家理網站這篇文章 講到問題的核心 但是西方能夠自省的人相當有限 美國還是會沿著它自己 原有的自大軌道一直走下去 大家好!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樓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都可以看得流暢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是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步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希望 Jahre discs下ixa Add一把呂裡 我看到他的部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